随着华清原创申购的开始 科创版打新拉开了帷幕 那么41.08倍的市盈率 相比现在的市场情况到底怎么样 目前科创版的整体情况又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 截至上周五 上证指数整体市盈率为13.44倍 创业版市盈率为48.84倍 此外 美股纳斯达克市盈率为31.44倍 值得一提的是 纳斯达克亏损企业占比近四成 截至6月26号 上交所累计已受理131家科创版上市申请 其中最新审核状态为 已问询的有86家 通过上市委会议的有6家 提交注册的有14家 注册生效的有5家 终止审核的有1家 目前注册生效的5家企业中 除了今天IPO发行的华兴原创 下周还有三家企业IPO发行 从科创版受理企业所处行业分布来看 131家企业共涉及19个行业 其中属于计算机 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最多 有26家 其次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5家 专用设备制造业24家 医药制造企业18家 统计数据显示 在以科技创新公司为主的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 医疗保健行业的上市公司最多 占比为27% 其次是金融行业占比22% 信息技术占比19% 综合来看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疗保健行业 是科技股的主力